新竹县各界庆祝青年节大会 昨天跟庆祝新竹开拓280周年 以及中上联合运动大会的开幕典礼 合并在新竹县立体育场举行 有2万多人参加 会中首先由党国元老张芝本代表颁奖给全县的优秀青年 全国体育理事长杨生颁奖给提倡体育 有庆祝新竹开拓280周年的游行队伍 包括了驻军部队组统的五龙队 昨天在新政府前面广场表演 吸引了很多的观众 新竹是个各主要街道 也都充满了游行的花车行列 掀起了一片庆祝的高潮 新年队的监路典礼 是由党国元老张芝本 全国体育理事长杨生 以及总统府司政 女时中的夫人 钱宝贤女士等三人共同主持 在场关注的各界来宾 掀扬了这一座纪念碑以后 都非常的敬仰鲜明的会